叶姨我问你话呢 冉希为什么要突然离开 是不是你欺负她了 老夫人 昨天晚上我们喝多了 所以冉希让你负责 也没有负责 冉希才走的 是 老夫人 您就尽管处置我吧 不管是急刑还是什么 叶姨都愿接受 你这样做 到底是对不起冉希 你不打算负责 我们也不会强求你 可是我对冉希还了解 织女莫若母 老夫人 我 行了 以后的日子 就看你们的脏话了 错过了 便不会再晚了 老夫人 叶姨知道了 行了 我有点累了 先上楼去休息 说完 宁婉元便上楼了 安嫂暖看着宁婉元的背影 刚要追上去 却被叶明诀拉住了 让妈休息一下吧 好吧 叶 对不起 行了 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我也了解你 叶姨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是 夫人 安嫂暖看着叶姨已经走远了 走到叶明诀身边坐下来看着他 看着我做什么 还会不会想不开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嗯 喂 怎么了 兔子 并没有找到叶姨闹的下落 算了 先不用找了 你现在先回来吧 是 喂 秦威 怎么了 小兰 哎呀 怎么了 你说句话呀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妈不同意 我和他在一起 啊 你指的是安德鲁吗 到底怎么回事 小兰我不和你说了 有人过来了 阮秦威说完 已经挂了电话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安德少爷 您请回去吧 我们这样的小门小户 配不上您这样的大家族 阮叔叔 我并不是对这件事情开玩笑的 安德少爷 您还是请回吧 我已经打算让秦威去相亲 您就不要再打扰我女儿了 伯父 是不是阮卿秦辰对您说什么了 爸 这是我的事情 你无情干涉 威威啊 不要让你爸爸生气 你爸爸这是为了你好 爸妈 难道你们不知道 婚姻是父母无权干涉的吗 怎么 难道你们要剥夺 我自己的权利吗 阮秦威 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 我在这跟你说清楚 我不会同意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除非我死了 否则想都别想 爸 从小到大 你哪一次尊重过我的意见 你要是真的要跟他走 也不是不行 那你就等着跟我断绝关系吧 阮淑婷说完直接上楼了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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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